蔡委員 因為你去引用 這個美國的華府廣播節目 主持人加蘭尼克森 那他也透露說 白宮的內線跟他講 有什麼會比新保守烏克蘭方案 更具災難性的事情 想不到拜登 據傳竟然回說 等看到毀滅台灣的計畫就知道了 那當然外交部一看到你那一篇 這個轉發之後 KID POOPOO啊 說你這個不管是中共同路人 配合大陸認知作戰 這跟大陸有關係吧 哪一個是跟大陸有關係 跟美國有關係嗎 外交部基本上就是一個 詩新鋒的單位 長期來沒有什麼成績 想跟我吵架他還要排隊吧 所以我是覺得 不用去理會外交部講什麼 外交部發言人講什麼 新聞稿講什麼 我根本懶得理會 我們還有外交部嗎 我們還有多少外交國家 加起來人口搞不好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這個大安區人口多 這沒什麼好談的嘛 所以我是覺得 外交部幹成就改成什麼 吵架部好了好不好 很簡單 第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一下 美國有沒有這個人 叫做Garlan Nixon的人 有沒有 有啊 你查美國的名人錄 有這個人啊 你查那個LinkedIn有這個人 你查Google都查到這個人 那第二個 這個他寫的這些內文 我翻譯有沒有正確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說我翻譯不正確啊 我有沒有加油添醋 沒有啊 就是他怎麼講我就怎麼翻譯 那我翻譯產生我的臉書推文 我有沒有加油添醋 我也沒有啊 就告訴你有這個事情 而且還把他的推特的推文推上去 他不只推特推文他還在廣播電台裡面講 那請問一下 拜登有沒有告他毀謗 沒有啊 有沒有說他傳播假訊息 沒有啊 拜登就顧左右而言他 就是這個 好 所以表示卻有這個人 然後我把這個人的訊息翻譯成中文 不是翻譯成台語 翻譯成中文 那請問你怎麼會沒有根據啊 我的根據他講的話 卻有這個人啊 並不是像某時報某立媒動不動就 哎呀某網友說 對不對 某網友傳 不是 是有名有姓的 至於他去批評那個 Garen Nixon的這個 什麼政治立場啊什麼 那我沒有意見 第一個他不是我朋友 第二個他是在華府那麼有名的人 那怎麼講呢 他在華府的知名度 比周一寇在台灣的知名度還高耶 這沒什麼好說的嘛對不對 那他經常有一些爆料 那爆料是真是假 那要看當事人有沒有去否認嘛 那好像 人家美國白宮都不在意 美國白宮搞不好認為是 反正拜登經常講這有的沒有的 沒有什麼差別 他以前不是說要解放 解放哪裡 解放埃及還解放哪裡有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 這則新聞 對我來講它是具體存在 那竟然具體存在 這跟通共什麼關係啊 那誰是以美論咧 對啊誰以美論 美國人在以美論啦 美國人在懷疑拜登政府啦 那你那麼緊張幹什麼啊 那換句話說我認為外交部是心虛 他想說哎呀 美國人一字挺台灣啊 美國人絕對不會對台灣做手腳 那我們大概心裡有數嘛 為什麼台積電高階制程 要被迫搬到美國去 這什麼原因啊 你給我個解釋 你也 蔡英文政府講不出所謂來 然後你知道嗎 這些高階制程要移到海外去 都要經過蔡英文政府的批准 你有什麼批准 你告訴我們道理啊 那如果這個高階制程要搬到大陸去 我看你不會准拔 所以這不是一個商業行為嘛 這是標準的一個政治動作嘛 所以你無法解釋這些東西 你心虛就倒過來講說 哦你傳播這個消息 就是認知作戰啊 就是通共啊 那個美國那個媒體人不可靠啊 他可靠不可靠有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你去罵他啊 對不對 你就跑到他推特裡面講說 蔡英文總統說 陳建仁院長說 外交部長吳昌 這個Gala Nixon You are liar 對不對 You are idiot 你就不敢去咧 你也不敢啊 到現在外交部沒有人敢去 Gala Nixon的推特上面去反駁耶 是英文不好嗎 英文不好我幫你翻譯可以吧 蠻蛋一個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外交部啊 這怕什麼 怕民心動搖 台灣喔 以美論的人絕對超過60% 所有的民調裡面都超過60% 華裔美國不會出乒乓台灣的不是以美論嗎 越來越多了 對嘛 對嘛 那你說 拜登沒有講過這句話 是Gala Nixon偽造謠言 說這個陳建仁講說這是謠言 你那拜登也沒有否認啊 也沒有出來駁斥 那 謠言干你什麼事啊 干你陳建仁什麼事啊 所以喔 怎麼搞的啊 陳建仁也好 或者是吳釗賢 怎麼自以為是 白宮在台灣的分部是不是 什麼那麼緊張呢 莫名其妙嘛 對不對 那那是通共的是誰 是Gala Nixon嘛 是不是 對啊 還是中共同路人是Gala Nixon 所以Gala Nixon是中共同路人 就說他是中共同路人嘛 有人就開始編輯說 他曾經是什麼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記者 我一吵沒有啊 那不管如何嘛 反正美國什麼狗皮倒灶的事情都有 不干我們就是嘛 那我就不曉得 蔡英文政府 這麼匆匆忙忙出來 幫拜登政府辯護 那拜登政府都覺得無所謂 好像理所當然 你辯護個什麼 莫名其妙 干你什麼事啊 說難聽 干我什麼事啊 對不對 但是要毀滅台灣 我當然會注意聽啊 開什麼玩笑 不管是誰 要毀滅台灣 我都是反對的 而且我認為 蔡英文政府 現在正在毀滅台灣 你不服氣喔 就是我講的 美國沒有毀滅台灣的計畫 有沒有我不確定 但是他卻有毀滅台積電的計畫 我的證據很清楚 前一段時間 美國海軍學院的一個教授 他公開的寫論文 論文上什麼主張啊 台海如果發生戰爭 第一個時間 就要什麼 毀滅台積電 這個清楚大家不要忘記了 有名有姓喔 而且還是美國官方的 海軍官校不是私立的好不好 海軍官校的教授 在海軍的評論期刊裡面公開主張 很多的這種戰爭規劃 都是海軍官校 陸軍官校 這些大教授們 開始起草的喔 那美國有沒有毀滅台積電的計畫 有啊 那你今天告訴我 美國有毀滅台積電的計畫 我不能懷疑美國有毀滅台積電的計畫嗎 這是一個人質常情的一個顧慮嘛 如果今天不是台灣人 他心中沒有台灣才不用去擔憂嘛 蔡委員剛剛也講到 其實原因 別人都看得很明白嘛 那陳奕衆看得明不明白是一回事 那現在如果要繼續帶這些風向 第一個什麼是缺淡 就是你的可得性高不高嘛 你在A的地方也許拿得到 可是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是這樣子啊 市場供給量不夠 就自然會產生缺淡 那缺淡因為配送的問題 也會有的地方有 有的地方沒有 比如說 台北市有很多7-11 都要賣茶葉蛋 有的地方茶葉蛋 看個十幾顆擺在那邊 有的茶葉蛋裡面 搞不好只剩一兩顆 甚至沒有 這個情形是大家的感覺 不會因為你這個 鄭文燦帶了官員去巡視 就會生出來 你是買蛋達人 以後就是你巡視大量 大家跟著你去買蛋就好了 這是很荒唐的事 我特別說說鄭裕鵬 他說 養雞不是iPhone生產線 養雞比iPhone生產線簡單 你以為iPhone生產線 什麼 馬上半年內就能夠鋪出來 不可能嘛 但養雞可不可以 養雞是有機會的 再來 他可能知識比較淺薄 台灣有一個半導體的大老闆 你們隨進飯都有 Google都有 他在大陸上養豬50萬頭 養雞100萬隻 都是用科學化的養法 然後大陸上在鬧什麼 在鬧非洲豬瘟 他沒事 所以豬價節節上漲 然後大陸上在鬧什麼 養雞的什麼積溫 他沒事 為什麼 因為那種科學出身的人 對這個東西有個基本概念 你說什麼 不能用無塵式無尽 他不需要啊 他的養雞場周圍裡面 一定距離裡面的 對不起 因為大陸就是好處土地大 一定範圍裡面 就開始管制進出了 所以他的養雞場 養豬師也做得非常的好 他半開玩笑的時候 他比在半導體還好賺 半導體比較辛苦 所以這個希望這個 我們的偉大的鄭運鵬立委 有機會去研究一下 不要說那個 那你說天氣啊 情有感不可控制 我跟你講 iPhone的不可控制很多啊 不要講那麼多 如果政府發現到說 整個雞蛋的供應內的問題 政府其實很多方法 我講個簡單的歷史 以前知道為什麼 台黨去養豬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們豬肉供應出了問題 所以政府就指示 台糖去養豬 那個是在李登輝時代 請問一下 你政府如果下一道命令 叫在去年前年有沒有 叫台糖去養 科學化養雞 台糖敢不聽命令嗎 不可能不聽命令嘛 那你現在擔心 是什麼東西呢 你還只靠那個 一千多家的這個蛋籠 這都不是問題啊 所以他們就是 怎麼講 連金蛋都不能台送 金門的蛋很好吃耶 沒有道理不能台送啊 搞不好金門 好像還有很多的地克養雞嘛 對不對 大規模養雞 你叫金門趕快大規模養雞 搞不好今年台北市的蛋 怎麼啊 還弄到現在營養午餐 什麼一個月吃不到 兩三個全蛋 我跟你講大人 沒有一個月吃多少蛋 我就算了 大家有難同當嘛 可是小孩子不行啊 小二真的長大耶 他需要蛋白質啊 他說你吃蛋會膩啊 是哪一個人講的 叫他出來 有一個報導 報導就不用理他了 要不是Garen Nixon 團善業者說的嘛 對不對 這個 在虎稿嘛 小孩子正是需要吃蛋的年紀 你至少 最起碼最起碼 隔天來給他吃個全蛋嘛 每天吃半個蛋嘛 這是基本的要求 要不然為什麼我們要辦營養午餐呢 就是希望營養均衡 希望這個能夠不分貧富 都一次供應 有一餐很好吃的營養午餐嘛 那你這些民進黨政府 這個也做不到 那個也做不到 那你能做什麼啊 那你現在只剩下蔡英文去 去訪美 然後製造這個 兩岸的矛盾跟衝突 然後到最後說 覺得衝突中 可以火中取什麼東西 讓你得到選票 會不會想太多了一點 我是覺得他們整個盤算 有的沒有 一個蛋解決不了 其實要換的不只陳其中啦 要換的是整個民進黨政府啦 要不然你叫陳建仁 他也生不出蛋啦 那蔡英文也根本生不出蛋啦 所以既然生不出蛋 就請他走路吧 很簡單 我們幹嘛要付高薪 給這些人去生不出蛋呢 這最起碼的 什麼 這個台灣也算是一個 相當發達的經濟體啦 連蛋都沒有 傳出去是個大笑話 我們要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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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爽